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字 我是Nita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 就是很多人會有的困擾 膚色不均 像是泛紅或是泛黃 對 我就是其實算是一個 蠻辣黃的中毒患者 其實我自己有一點輕微 然後又加上 你知道 我最近睡眠不足 我覺得我氣色好差喔 真的 看得出來還蠻嚴重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Nita 那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膚色就是看起來 有亮白又有精神呢 當然就是靠化妝啦 化妝其實就可以改變很多 那像譬如說老人斑 曬斑 乾斑 阿里布達的斑 或是痘疤這類 其實都可以靠化妝做遮瑕 那一般人他們都會忽略掉 就是膚色要校正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說 他在上粉底的時候 一直都覺得上不漂亮 了解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要教大家 勢底乳液該怎麼使用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校正 膚色 以及臉部遮瑕 那當然在節目尾聲的時候 一樣會有一位專業的醫生 來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改善辦法喔 那我們就不囉嗦教學開始囉 那因為我的臉本身是偏黃的 所以呢我會選用紫色的勢底乳 上在我的全臉做校色 那如果你是帶紅的人的話呢 你可以就選用綠色的勢底乳 脖子也可以稍微帶到一點 脖子也可以稍微帶到一點 那剛剛上完底妝之後呢 那現在就是針對臉部的一些局部的瑕疵 去做遮瑕的動作 那可以選用的就是比較偏乾的遮瑕 然後用小刷子 在一些瑕疵上面稍微的遮蓋 然後再做按壓 遮蓋完之後呢 也是一樣拿出小的刷子 然後沾取蜜粉 在你剛剛遮瑕的地方呢 稍微的去做局部的定妝 那這樣就完成囉 那我個人是偏比較白皙的肌膚 可是會有一點點帶黃 所以我在上妝前 我會先使用勢底乳 那我用的勢底乳 它是偏粉紅色的 那一般人呢 在上勢底乳的時候 可能就是這樣子 塗 塗 塗 然後就結束了 但是我不會喔 我會多一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就是按摩 按摩的時候呢 你可以由下 往上 游下 往上拉提 那如果你在上妝前 你多做這一個動作 你會發現 等一下這半邊臉 它會變得比較透亮 那這邊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游下往上的時候 記得手要放開 不要再做一個這樣子 往下的動作 因為這樣會拉扯到你的肌膚 好 你現在可以看到兩邊的差異性嗎 試底乳上完之後呢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這邊有一點點小雀斑 那我現在就要來用底妝來遮住我的小雀斑囉 那一般女生在上底妝的時候 她們會有犯一個錯誤 就是一次塗抹太多的底妝產品在臉上 而且塗抹的位置錯誤 沾取少量 然後在臉上薄薄的上一層 然後相同的是 你也可以跟像剛剛一樣 做一個往上拉提的動作 做這樣子按摩的動作 也可以幫助你的肌膚變透亮 那切記動作不要太大力 好 第一層完成了 好 接下來第二層 第二層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一個比較小的粉底刷 然後一樣沾取少量的粉底液 接著在你想要遮瑕的部位做一個輕拍的動作 比如說像我這邊的小雀斑 那不建議大家再做一個這樣子塗抹的動作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一個重點遮瑕 局部遮瑕 甚至呢這個方法你也可以用來遮你的痘疤 完成 看看我這邊的臉 眼妝啊 整個是跳出來的 但是 這一邊沒有做遮瑕的部分 你看眼妝其實都是被吃進去的 所以說呢 想要完美的彩妝膚色均勻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喔 現在女性臉上有很多斑斑點點 還有深層斑 往往都是選用妝去把它蓋住 那艾爾利新型探索皮秒雷射 皮秒是一個時間單位 它是比傳統的金膚雷射耐秒還要快上1000倍 舊型的耐秒雷射因為它速度比較慢 但是深層斑因為要多次撕打 所以它很容易造成一些熱傷害 還有反黑反白的效果 新型的探索皮秒雷射 它比舊型的皮秒雷射還多了雷射雙波長 還有方形的光點 避免那些重複施打或是施打不到前行的發生 它可以把黑色素打成更細的粉層 更容易被身體代謝吸收 好像校正膚色其實沒有想像的難耶 是不是 其實要夠了解自己的膚況 選對正確的產品 要畫出亮白底其實真的很簡單 而且遮瑕真的一點都不難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你們會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